之前一聽到凶宅是避之唯恐不及 就覺得千萬不要碰太可怕了 但是其實凶宅是不少投資客眼中的好標的 因為它是相較於一般行情的話 大概是七折 甚至有可能更低 就看到它凶不凶的這個程度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到這個畫面上 其實就是被稱為是 台北第一凶宅的景星大樓 很多人都說天啊 這邊真的很可怕 因為30年奪走了20多條的人命 不過就算這樣子是大凶的程度的凶宅 但今年的石架登陸上面 你們還是可以看到有4筆的成交紀錄 而且價格單品是落在30到40之間 很多人都想說 那現在到底如果在凶宅撿便宜的話 還有可能的吧 恐怕會越來越難 我們先來看一下 北部跟南部 好像都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位在於天母 這個是在2019年的一件社會事件 是母親殺 女兒殺害母親的事件 但是它在過後是重新翻修再出售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位在於 華夏七樓整個的其中的五樓 它開架是大概有3380萬 單品的價格是75.4萬 跟市價的行情差不多 因為這邊的行情 大概是在75到80之間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是位在於台南 好像也是這樣的狀況 甚至這個物件是更超乎於行情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也被法院登記為是非自然死亡事件 也就是我們定義的凶宅 它是兩房的一個公寓平數大概是快要26坪 一拍現在底價是700萬 單品的價格現在也是26.9萬 但附近的價格大概是20到25 所以我們剛剛有說它已經遠超乎行情了 但是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一般 那一般如果是凶宅的話 其實它會是在7折左右 甚至有可能更低 但為什麼這個房價有稱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有兩個 一個是因為它交通非常的便利 我們可以看到它所謂的 零近86快速到了還有台市線之外 這邊是一個重劃區 所以其實人進來了 這個房價就很難再降下來 生活機能越來越好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 現在正是還有所謂的凶宅 是超於這邊市下的一般行情 我們要提醒 如果你要買凶宅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凶宅非常非常的難貸款 你幾乎是要用100%的現金來購買 所以你要奠奠自己的口袋深度 另外還有在脫手的這個風險 相對來講也比較高 有可能比較不好轉賣 但現在我們再來提到 另外一個案例 很多人說還有一個物件 有可能比凶宅還要凶 你有聽過什麼叫做骨灰房嗎 我們來介紹什麼叫骨灰房 之前我們先來看看 有明珠她分享了 她自己的一個故事 她說她剛搬到新家的時候 想要認識鄰居 這沒有錯 我們大家都想要堆棄木林 然後她就發現說 為什麼其中一戶 大門跟窗戶全部都封死 而且門口竟然還貼上一個福字 很多人聽到她這個故事 就是拜託你趕快搬 太可怕了 你有可能旁邊這個鄰居不是活人 而且可能是骨灰房 骨灰房是什麼 其實顧名思義 你可怕想像的大一點的骨灰塔 裡面這些房子是不住人的 它可能就是拜所謂的門牌 的一個牌位 甚至還有所謂 可能是家族的宗祠這樣的概念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很多人說可能這個案例 不是在台灣 而是在中國 因為中國現在有所謂的 令內殯葬起來了 可以看到所以墓地太貴 很多人都改到所謂三四線的城市 我們來比較一下 如果北京偏遠的墓地的話 其實台幣是44萬 而且它的使用權只有20年 但如果你在其他的三四線城市 你買一間房子只要台幣25萬 產局還可以70年 你可以做你自己想要的變更 但是你有發現說 如果你的鄰居旁邊 真的不是住人 而是所謂這樣骨灰房的話 你可不提出一些抗議呢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這樣是有違法 你可以跟物業公司來協調 或是你可以到法院來告 要求它恢復成原本的用途 你也可以申請所謂的 精神賠償的撫慰金 我們講到除了 不管是兇宅還是骨灰房 你到底敢不敢買 或是你敢不敢住在旁邊 其實有可能心臟的強度 要比荷包的深度更受討厭 以上這集的推播最新